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取這樣繞七圈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同樣使用的是非武力抗爭 然後我們心中的信念就是人民做主 然後我們希望推倒的高牆就是這個阻礙 這個掌權者或者阻礙這些政治人物 阻礙這些大意識聽見人民聲音的這一道高牆 我們的公投裡面有兩大問題是非常嚴重 第一個是投票率的問題 然後一般民主國家的選舉 大概投票都沒有說一定要半數以上的選民出席 我們的總統選舉也沒有說要半數以上的選民出來 投票才算數 所以這個 百分之五十五的那個投票率門檻 是非常不合理的 而且違反 許多現代的民主城市 另外一個是 連署的門檻不合理 連署要有百分之五的人 連署 才能成案 那總統選舉 只要百分之一點五 就可以當總統候選人 所以我們平常決定一個公共政策 大概不會比總統選舉嚴重多少 所以把它連署連罕降到百分之五 百分之一點五 才是合理的 目前的太高 而且我們有十多年來的經驗 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我們這個公託法 根本是反公託法 所有的公託案 不是不能成立 就是成立了以後沒有通過 有一個法律定了十幾年 沒有人一個人可以利用這個法律來做一個好的決定 那是我們這個社會非常大的審視 所以我們今天希望所有的立法委員 能夠拿出裡面的民主常識 把這個法好好修改 我們更希望全國同胞 能夠要求你的險期的立法委員 就這件事情特別關注 並且讓他在這個會期修華成功 所以在318這個週年這個時間 那回來持續在推動 跟大家宣告說410這一天 大家會在這個地方 再繼續有環權於民的機會 那島國前進當然我們當時推動 在318過後決定 要去推動公託法的補證 很多人說這跟反服貌有什麼關係 那我其實告訴各位其實大概有關係 就是說當時我們都非常的清楚 後面我們也很清楚的看到 從張賢耀案以來 過去這半年多一年以來 我們都很清楚嘛 馬政府其實要推動的不只是 福貿協議 貨貿協議的經貿談判而已 後續他其實想要推動的是馬席會 是政治談判 包括昨天才有國民黨立委 重新提起說要儘快去簽訂兩岸和平協議 我們看到現在目前為止 朱立倫 在兩岸的政治談判的議程到 上面目前為止都還沒有明確的表態 可是他們也不排除 所以接下來可能有朱席會 昨天夏立言 陸委會主委告訴我們說 可能怕我們忘記今天是318號 夏立言告訴我們說 可能不排除4月 再來下張會 我們在過去這一年裡面 我們很清楚的認知到 兩岸的政治談判 經濟談判 是不會中止的 事實上他們的進程持續在進行當中 在1129過後 當然我們讓國民黨的這個進程緩了下來 可是到目前為止 你看到新上來的國民黨的共處也好 或是現在國民黨政府裡面這些政務官 其實他們都還沒有表示 要去停止這樣的腳步 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透過修改公投法 讓這些政客不能像過去 操弄核四公投一樣 來操弄未來可能兩岸政治談判的公投 去要求未來兩岸的政治談判 經貿談判 必須照人民來決定 透過修改選辦法 讓這些立法院的立法委員 像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對蔡正元 旁邊的林先生 對蔡正元造成的危險一樣 我們需要進一步 需要讓這立法委員感受到壓力 這是之所以 在這個時間點上 我們持續在推動這個運動的原因 公投選辦法當然318的時候 不是當時的訴求 但是經過那個運動 已經後續的發展 我們相信這個運動 是非常迫不及在必須改革的一個重要的議題這樣 保證代議民主失靈 請將全力喊給人民 自一靈還全民民行眾的聲明 1.1 武政公投法 特大公民性全國性公民投票的適用範圍 包括對外的條約及協議 2 被逐公投審議委員會的設置 3 公民投票法提案的民產上至萬分之一 4 公民投票連署門檻上至百分之1.5 5 建立片子提案 及連署系統 6 推出百分之五十投票門檻 該採檢查多數點 第二點訴求 5 修改選法法 1 罷免提案門檻上至百分之1 3 除軍工職部的提議之規定 2 罷免連署門檻上至百分之10 連署期間免長為3個月 3 建立片子提案及連署系統 4 被逐百分之五十投票門檻 該採檢查多數人 5 被逐罷免不得先投 不得有先去通出執行 1月各位民族人 無法未定之前寫滿位等 各場負荷里程式選舉 我們港內大概討論過 最後大家有個默契是說 它要維持一個默契是雙方 立法院跟政院到處對外宣稱 是一個無利的行動 這樣的決定 背後當然是 實力不只有地方 這是我們到時候對政院的事件很幸福 有關於退場的問題 其實當然對於退場的討論 其實當然最好的狀況底下 可能是經過所有的參與者 大家共同來討論退場的事情 但是其實跟一開始第一眼討論到的一樣 在討論經濟的決策的這樣的措施上面 其實我們沒有經歷過這麼大規模的 這樣的經濟的決策 所以當時也不知道 這個人是操作 最後做出來退場的決策 當然讓我們 謝謝 謝謝